花莲现在昨天上午7点58分发生规模7.2的有感地震 造成严重的灾情且余震不断 位在花莲受风箱的东华大学理工艺管实验室 也在地震后传出火警 而火势经早才扑灭损失严重 几乎整栋大楼全毁 而准副总统小美琴今天也前往寒灾 强调教育部将全力协助东华大学器材设备 若涉及到与民间厂商沟通 需求取得 经济部也会全力支援教育部 花莲县3号上午7点58分发生规模7.2的有感地震 造成严重灾情并且余震不断 而位在花莲县受风箱的东华大学理工艺管实验室 也在地震之后传出火警 而且火势在今早才扑灭 严重的损失几乎是整栋大楼全毁 一供大队跟正式的消防大队一起供水线进去 那从四楼开始往下救 救到半夜接近11点 用水来抽洗 然后连续大概5小时左右 然后大概的扑灭 然后清晨大概3点4点钟又复燃 那在这样宛道界里面又复燃 然后他继续处理 一直到6点钟 我们确认最后交接给我们确认 完全火灭掉 那现在各位还可以闻到他的味道 你可能现在久一点闻到 你一过来久能闻到味道 那这个味道就是他衍生出来的味道 那我们现在后续状况不做报告 不做会是我们区校该做的 回复怎么做 等上简单做说明 全部总统肖美琴4号前往勘灾 强调教育部将全力协助 东华大学器材设备 如果涉及到与民间厂商沟通 需求取得 经济部也会全力支援教育部 我特别跟这个教育部 还有经济部的部长 来了解东华大学 昨天经过这场的火灾 后续学生在学习上 练最直接的需求 那当然我们还有一些民生的需求 像自来水供水的问题等等 那我们 我个人因为也经历过0206的地震 当时我我人在花莲 那我们知道 有很多除了第一时间的救人 这个第一时间的救灾救人之外 后续需要让人民生活能够恢复正常 有很多的不同项目的工作要做 那这一点我们一定会跟我们的县州的行政团队 大家一起共同努力 设备的重建 麻烦再尽快的做一个整理 那当然包含这个硬体 我刚才来的路上 已经请高教师 宿市长这边 尽快跟校长做一个联系 因为这个确实受到 同学们在受到这个影响面蛮大的 请校长这边 也能够紧快的来盘一下 那后续在短期跟 比较中长期建制方面 我们分开来做一个整理 我想教育部会全力来协助 后续学校有关在这方面的重建上的 就是这些需求 东华大学表示 4号的早上6点半火灾已经扑灭 经过消防队人员进入火场逐一检视 已经确认火源不会再复燃 火灾并没有任何人员伤亡 目前将进行财务损失盘点 进行复原重建工作 记者综合报道